你 你 这是 怎么了 现在你看到了 你那些莺莺艳艳 男欢女爱的游戏 我根本不感兴趣 你要孔雀开平 开错人 什么人 谁在那儿 是我 是雪儿公子啊 打扰了 打扰了 其实 别人看到伤疤也无碍 你害羞了 开什么玩笑 我对郢七害羞 都不会对你害羞 不是 我 我 认识一位神医 他擅长生机之术 可以为你引荐 不必 你我之间 只谈交易就好 在下会考虑的 汪公子信守承诺 不送 去啊 告诉风玉玲 我有份大礼要送给他 虽然神经书心术不正 但若没有他 前来此处也非易事 姝儿妹妹 别来无恙啊 这位是 书记 这是 这是一秋堂 是都城权贵 谈商会友 休闲娱乐之地 这里认人 不认钱 我这人啊最不屑那些俗气的黄白猪 所以结交朋友必须是人上人 说起我舅舅 他呀 妹妹 这冯公子 可是当朝贾大将军的外甥 冯公子 你也别小瞧了我这妹妹 她可是当世刘云锦 唯一的线索 刘云锦 酒 那我今日 可要和二位妹妹好生续续 可我不会饮酒 沈姑娘 莫不是 你不愿给我冯末这个面子 妹妹 这冯公子都这么盛情招待了 咱们也不好拒绝啊 来 请 欢迎 打赏 你不愿意吗 我 打赏 我 你怎么会 买 买 这妹妹 好酒量 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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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妹妹 妹妹 沈姑娘 你是妹妹一杯就倒 不会吃妆的吧 怕什么 把这包荷欢伞给它灌下去 你还怕它不从吗 这又是宋宝物又是宋美人 孙儿妹妹如此便宜我 莫不是对我 只要她成了你的人 这刘云姐自然也是你的人 孙儿妹妹慢走 我 春香一刻值千金 小银来带你玩点刺激 差点金 你 你这个小山谱 我跟你说 我 干什么 干什么 刺激吗 你知不知道我舅舅是谁啊 你们小小的沈家惹得起开 还敢吗 刺激 刺激 慢走 还人哪 温海这么大声 没人来探开吗 人哪 人哪 少 少爷 我干什么 追人哪 好 往哪儿去 站一站 遵命 在那儿呢 是 许大公子 失礼了 知道失礼了 还不快退下 是 是 许大公子 失礼了 知道失礼了 还不快退下 是 是 说吧 你到底是谁 谁派你来的 怎么 派你过来的人没有告诉你 什么才是美人计吗 还是个蠢笨的戏作 是 新北这臭小子真是晚恋 不过看姑娘的眼光尚可 启禀大公子 二公子车马你在一丘塔外 来 我知道了 说好在这儿见面 眼压到人呢 二公子 什么风把您吹累了 冯少主 您这是 二公子 不必担心啊 这 姓儿见过喜二公子 这说来也是有缘 不久前品香宴上才见过 今日今又在此 与公子重逢 二公子 既然二位来了 里边醒了 好个假情高的小长佛 竟然贴着许行北送上门来 正好给爷儿休休活儿 你怎么 怎么看这儿有心 沈小姐 那日在品香宴 在下的随从救火心切 让小姐受惊了 今日 我替她 给你赔个博士 许公子哪里花 来 你弄着干吗 还不喝管 正事把天改天再大了 那天还不跟着放开 温萧软玉在会儿 爽子才放开 赶紧给我放开 这小官 颇得本公子亲眼 不如让我 叫你们来走 那天 什么眼神啊 突然 are you 沈 姑娘 沈姑娘 你没事吧 这生意 今天是谈不了了 此相相思都让清楚 改日再谈吧 没有的事 没有的事 二公子曼子 沈姑娘 没事吧 盛工长 现在是文夫人了 过来 你们怎么来了 怎么会这样 你的好主意 天不支持你 把他 嫁到冯家去 求个测试之位吧 什么 祖父 舍儿不要 舍儿怎么可以 做小区啊 是啊父亲 万法不可 那冯玉林可是 你也知道冯玉林何许人言 一秋堂又是个什么地方吗 行差踏错一步 便会断送了我们沈家的前程啊 不是这样的祖父 是神秦初在陷害我 祖父 你要替我做主呀 祖父 祖父 都是我的错 是我不生久力 罪得太快了 扰了大姐姐的兴致 所以先行回府了 你装使我 祖父呀 我明明是看见你晕倒了 我才把你送进房间的 你 什么 你 你竟然你 你 沈家的败类 你瞧瞧 你交出来的什么女儿啊 你听我解释啊 祖父 是梅姨 梅姨指示我的 大小姐身严 就是你 是你告诉我 找人 毁了沈倩初的清誉 这样她就没办法 在沈家待下去了 是你 不 是梅姨 你为何要如此栽造奴婢 就是给奴婢一百个胆子 奴婢也不敢说出这种话呀 住口 你们究竟 还有多少事 瞒着我 我不知道的 这事 沈老太爷也不知道 是 夜门明面上 是贴身伺候沈府熊的掌势嬷嬷 实则早已和沈文泉 安通宽去 今日一休堂的事情 也是他一手策划的 沈家掌势对自己人竟有如此恶毒 不止如此 这些年沈文泉所做的种种 都是这个夜眉在出谋划策 倒是奔佩合 这么一对野鸳鸯 沈老太爷也该知道知道 说呀 怎么不说话了 老太爷息怒 此事说来我也有错 当时大小姐扬言要报复千出小姐 奴婢以为大小姐只是嘴上说说 不会做出格的事 并也没有出言劝阻 是奴婢一时疏忽才 你撒谎 分明就是你给我出的主意 此刻颠倒黑白诬陷于我 但奴婢相信 大小姐绝对不是真心要加害千出小姐的 只是一时冲动 老太爷 你 你还替她说话 你知道外面对咱们沈家女婿都传承个什么样子 你 不要 我祖父 老父今天非挑战 我去教训你 小太爷 你要把他打我吧 大小姐身脚挺贵的呀 守不住啊 你教什么老人 分明教训你 罢了 今天我一定对外殿有个交代 倩初 依你看这事怎么处置 倩初不敢忘义家事 要不听听叔父的意思 守儿 是爹 没有管家好你 到了冯家 你要说说性子 听话些 爹 我不能嫁给冯玉玲 你不能把我嫁给冯玉玲啊 爹 行了行了到此为止 这事就这么定了 过些天老夫半寿 前出 任祖归宗 刘云锦 不许你便一定做到 待叔儿出嫁 我就趁此 和他娘亲做个了断 算你有良心 不过当务之急 沈千初那丫头是留不得了 放心吧 我自有安排 你早先休息 我先回了 我想留二叔 谁 刺你进神族起 先勾引神父兄逼走二方 怂恿他污蔑囚囚禁祖母 世纪一场大火 你 你 我们侥幸投脱隐居相依 你去买通强盗妄徒赶尽杀绝 喊祖母与命 小说真浪贵 我不怕你 别看神父兄老了 你又转而笼络沈文泉这个草包 我出来 可沈文泉不堪大用 你的强盗走狗门早晨枯骨 神经书衣已经是一枚废 别说了 别说了 庄梅 你觉得下一个会是谁啊 还不松手 不松 除非是你收回成命 大丈夫一言即出四马难追 岂有反悔之理 可少爷您从来不参与 家中的这些生意 突然这样 不就是要和大公子唱对台戏吗 怎么 怕了 是怕跟着我没前途 还是怕你那个大公子啊 还不快去 是 是 您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许星北 想哪家姑娘的你 怎么出府了 一秋堂这动静闹得不小 也不安上两天 说来这一秋堂也够阔处的 酒菜小官身上都揣着这么多钱 那日只想接套衣服 谁知绣带内还有金钉子 该日替我还了吗 可这一秋堂是个什么地方啊 还在冯玉林眼皮子底下是花招 啰嗦 包袱不要了是吧 你把账策拿来了 这小官颇得本姑娘亲眼 不如让我将你买走 你怎么还没走啊 贝比不齿的 等你都等罚了 你这假消息散得全程皆知 现在坊间都在传 你要变卖银河的两处酒楼和画坊 助我重建刘云锦制造工坊 作为骗礼 谁说这是假消息了 你 沈门泉早想除掉我 沈老太爷要是将此事当真 并也不再保我 你如此任性妄为 可有考虑过我的处境 我只是想用我许府门媒 让沈家对你有所记得 这样 他们不敢轻易向你下手 也 也怕你下不了决心 帮你吧 不劳费心 我知道该怎么做 我还会有什么事 今天你始终 决心 我还会生死 你始终 我始终 你始终 我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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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始终 你始终 我始终 你始终 岂不是坐实了我坐贼心许 秦兴竹月楼 应月坊 似乎都是在下的产业吧 这地契我若不送给你 怕是卖不成 是他 姑娘 家事复杂 还请离涉地远一些 说说吧 两处酒楼加个画坊 你这是缺多少银子 一旦刘云锦制造技法交出后 沈家定然不会放过他 若要人和锦断都能保全 只有这个法子了 兄长 伤势恢复得如何了 听说前几日 被女子踹了心口 臭小子 看我挑衅 说起来 这两年倒是很少能见 用小男猪做耳似的 这 刘云锦之事 就当你贪玩 为兄啊 不跟你计较 不过 还是提醒你 安分守己 那个蠢笨的细作 就不要材人戏了 父亲问过酒楼的事情 帮你应付了 想想看一看嘞 先货 这个这个 都跑进来了 先货嘞 请不吝点赞 明明 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是你 你也在跟踪我 沈大小姐 明明是我又救了你一名 怎么 不是许培渊 让你不满意了 许培渊 许培渊 许培渊为什么会随身携带你的信物 你那着色 是他送的 还有 你接见我的目的 又是为了什么 什么信物 原来他就是许培渊啊 三言两语就能让你乱了分寸还真是厉害啊 看来 我要重新考虑合作的对象咯 放开 放开 放 可拉拉扯扯了是吧 可不就是你个蹬兔子 唉 不说你丫头 你别议论啊 你怎么想 不说你 你是组身上下来的 你还这么好吗 下 别人不厌诈的道理都不懂 折着回来 你真的不是他细作啊 你说呢 往哪儿看 走 那沈家 为什么要将你赶尽杀绝 沈老太爷让我认署归宗 沈文泉他 曲星北 你为何对我的事如此好奇 这个人情 以后帮我多家主之位来还 修这个镯子 费了不少是吧 结盟吧 我会祝你得到你想要的 诘语 谁做的 是谁做的 这玉蓉膏是谁放的 是老爷 岳出差人送来的 岳出 身犯卷 那么就是 神千出 我真是小瞧了他 老爷呢 我要见老爷 我要见老爷 老太爷有话 管家嬷嬷突发风急 病重不治 即刻关去乡下庄子静阳 我 我没疯 我要见老爷 沈文权 我要见老爷 我要见沈文权 好 瑞学啊 今天老太爷受审 麻烈点啊 来 就那儿吧 行 行 来 坐着 老太爷 受审吉祥啊 天赐侠灵 多谢 吴天仇啊 多谢多谢 来 里边请 里边请 好嘞 好嘞 好 佛亲 您看谁来了 跪客呀 佛亲 您看谁来了 跪客呀 嗯 行行 行 移开到手 老太爷 贵客 贵客呀 久仰 久仰 老寿星日月昌明 松赫长春哪 多谢 赫 神老太爷 福山寿海 富贵安康 这二位公子真是仪表堂堂 英姿撒爽啊 许公爷 好福气呀 老太爷谬赞了 那里面请 请 走 您请去花厅 好 来 贵公子亦表人在 哪里哪里 谬赞啦 兄长走得很急呀 是吗 心急的 怕是另有情人吧 你 小心脚下 二弟 二弟 我都跟你说过 安分守起 我会盯着你 好 好 呀 看我不太好 好 谢谢 我也是 好 好 来 真是一表人才 又赞了 锦叔 今日算你归宁 冯公子为何没一起来呢 是啊 锦叔 我们可都想见见你那位 了不得的夫君呢 差点忘了 听说你们院里有七八位妾室 冯公子怕是顾不上你 对了 怎么明见你那个妹妹啊 是啊 上回品香宴 她还名声远扬呢 我那妹妹在乡下长大 我也见过如此长迷 许是躲起来了吧 可真是个土包啊 劳各位挂心了 多谢多谢 哎 锦叔 不是说你这妹妹形容丑陋 从不敢以真面目示人吗 你们看九王爷眼睛都直了 哎呀 慎言慎言 这沈二小姐有福气呀 是沈家内房的小姐 怎么之前从未见过 谁会否为大小姐整天一副拔扶下 这位倒是看着温温可人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祖父 千初来迟了 老爷 门爷去哪了 小人不知 我问你 见到梅儿了吗 梅姨她 慧容被老太爷送到乡下庄子去了 庄子 慧容 一定是沈千初 王爷 王爷 九王爷 好 沈家毕竟只是伤不 虽在都城各股势力当中平衡周全 以我一人之力无法拔除 但倘若打破这平衡 便也能朝夕 准备 解析 区人 刘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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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新闻 你说有神医能医好我的伤疤 可还做数 你不是对这些不屑一顾吗 当然做数 对了 是不是 曾经你与我换错东西 亦是打破平衡的钥匙 沈文泉暗中为贾将军服 敛财的账策 贾将军和九王爷 正见不合 人尽皆知 沈府又速来依附九王爷 明念依附 可私下却为他的死对头效力 倘若将这本账策 呈给九王爷 那便 王爷最恨吃力爬外之人 沈氏父子定会获释临头 只待时机成熟 我便会安排 将账策呈给九王爷 在此之前 切记不可贸然行事 不妥 事发后贾将军定会因此迁怒于你 凡当是我 截然一身 不如 你若伤着 我可就溃别人了 好啦 真无所 许嬷嬷 许嬷嬷 迎你便是 撞错 若将暴断 快点 来 再罪 别等 老振口 这九王爷的功 哪老朽 可要拖大一回 别 哦 沈姑娘剑树 角弱游龙 在下 降领月营 得罪 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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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小姐 欲见新北之力 将账策 敬献给九王爷 可有想过 此举不仅会害了你自己 还会陷涉地与险境 公子说的话 千出听不懂 我和沈小姐 有一些悄悄话也说 麻烦你回避一下 外人有什么悄悄话 我替他来听听 数字成何体统 王爷见笑了 王爷恕罪 你们兄弟俩 还是如此张强好胜啊 涉地鲁莽 还请王爷 不要见怪 无法 无法 启禀王爷 生子 秦初 今夜不惊 让王爷见笑了 今后定当秦家练习 无法 沈老这孙女 温婉千卑 一品不凡 田华府所用锦段也 奇妙啊 这锦段乃是 兴北 全子年少无知 请王爷恕罪 今天的酒席 到此结束 请王爷 花听许晃 那便试试吧 王爷请 父亲 您看王爷 看沈千初的眼神 万一这丫头 搭上了王府那咱们 蠢货 眼睛放亮点 没看见沈千初身上 那条皮膊 就是刘云锦吗 制造记忆 果然还是传给了他 只要把他抓在手里 那刘云锦 就还是我沈家的 什么时候了 还想着给那个贱人 报私仇 当真以为这些年来 你与叶梅的种种龌龊 我浑然不知 你这草包 勿要再给我添乱了 父亲 你方才是不是以为 就能掀了这个沈家 是又如何 若不是你们兄弟俩搅局 我早已 九王爷 岂是你能算计的人 我说过 我自有安排 可我不想再等 今日就想让他们下地狱 时至今日 你仍然不能对我卸下防备 孔子怕是忘了 我们两个只是盟友 除了利益 别无干系 孔天初 我明白你心中恨一帆勇 与仇人同处无言下落 净熬苦楚 度是首银 但是你想亲爽毁掉沈家 掀起这都城的腥风血雨 有没有考虑过自己 想过以后 许星辈 我没有以后 也不需要有以后 除了让他们付出代价 为至亲培葬 我别无他求 你我注定不是同路之人 喝醉的吧 到此为止 二小姐 该进茶了 承王各位 光临寒舍 今天老夫寿宴 也是我孙女迁出 认祖归宗的好日子 共同见证 感谢了 恭喜沈老太爷 二小姐温婉可人 秀外惠中 老太爷好福气啊 来人 请迁出为老太爷奉茶 妹妹 还在等什么呢 别问了几时 老太爷 祖父 请喝茶 老太爷 老太爷近日寿臣 夫上又认回一千斤 真是双喜联盟呐 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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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了 老太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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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太爷怎么了 这 这是怎么回事 来人哪 不好了 老太爷发病了 怎么会这样 快掐人中 老太爷 老太爷 祖父 祖父 不好了 祖父中毒了 父亲 您 神剑处 没想到你竟如此怠毒 郎中都没到 你怎知就是中毒 别急 静观其变 封锁府上出口 排查所有内外可依人党 使开人 谭大夫 是 方才乱查那名丫鬟呢 王爷 不关我事 不关我事 不关你的事 那你为何正办经济 说 是谁支持你的 没 没有人支持奴婢 没人指使 那就是你自己想害 沈老太爷 不是的 奴婢没有 没有啊 本王再给你一次机会 说 是谁支持你的 九王爷问话还不快答 不必害怕 是不是沈千初 下毒药害老太爷 我们大家都替你做主 是 是 是大小姐 是大小姐害死老太爷 哎 方才是大小姐亲手下的毒药 不说 我没有 别诬陷我 是 不是我的 沈千初 沈千初 一定是沈千初陷害我的 我就知道是你 沈千初 亏父亲代你仍后至此 你却依然心怀怨恨 做下此等伤天害理之事 你 你好歹毒啊 荒唐 人赃病祸 还胡乱攀咬 今日 是沈小姐任祖归宗的大喜日子 说她下药 抑郁何在 这谎言 未免也太拙劣了些 徐二公子 此乃我沈府家事 你有所不知 沈千初 记恨老太爷 抛弃了他祖母 蚕食了柳氏家产 因此 他怀恨在心 才下次毒手 还买通丫鬟 栽赃我家叔儿 若他想下药害人 完全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做的 偏偏选这种场合 是要闹得人尽皆知吗 这 你问他自己便知道了 你听着 此案 有九王爷作证 许公爷为贱 你若有半句虚言 是要人头落地的 各位大老爷民间 奴婢所言这句属实 那要 是大小姐亲手下的 贱人 怎么会 竟然是大小姐 真看不出她是这样的人 是 沈家的家事 王爷您看 爹 大小姐 大小姐 掺进去 大小姐饶命 奴婢不敢 不敢的 怎么样了 你们这棒废物 你记住 这毒 是沈谦初下的 若是敢说错话 可要想清楚日后在沈家的处境 不必了暖 神经书吩咐什么你照做便是 若想不受千里 王爷审你如实回答 我会保你 老太爷醒了 醒了醒了醒了 谢天谢地 你 此番寿宴竟闹出如此凶险之事 这茶若是宾客也喝了 那后果 罢了 冲出来 全凭九王爷定夺 嗯 恭送九王爷 恭送九王爷 走吧 是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醒了 托晕不云 我 我 痛不痛 应该是阿神嫂而已 你担惊结律那么久 也该好好休息一下 这 这里是哪儿 本公子的私宅 你的私宅 寿宴的闹剧结束后 我就回房间了 再后来 身套 放心 没下药 你答应我的事情 还没办到吗 什么事 你说合作结束 本公子同意了吗 所以是利益交换 我什么利益都没捞到 凭什么放你走 你这是囚禁 是又怎么样 对啊 许星辈 我到底是怎么当你这私宅的 你猜 说不说 不说我走了 你坐下 听我慢慢说 大公子 他在里面 在 但是主在 你也不晚些再来 你还知道我是你主子呢 罢了 你看好他 家里那边 我来处理 是 把公子吩咐了 我得看好他 对 我看 这么说 是我房间里的薰香有问题 我早说过你留在沈家有危险 幸亏我料事如神 派引巴保护你 那现在怎么办 你是我的人质 是我心意 才能过上好日子 公子说的好日子 就是躲在这私宅里喝汤 喝汤 喝汤 喝汤怎么了 我失踪了 我失踪了 神府的人定会来找我 我自有办法 用不着你操心 许兴北 怎么了 你说得对 假面待得久了 接下来还真是伤情动物 倒不如从未用过朕 休息吧 醒来 还得干活 我 在这儿干什么 大公司给您的参汤 这儿 主子 还要我继续盯着二公子吗 不必了 由他去吧 心北 我本想让你远离商场是非 永远安全避于哥哥的羽翼之下 但你似乎 已经不再需要我的无忧 你找到了你自己想保护的 那么 那么 我也是时候翻开手楼 父亲 姝儿知错了 求您原谅他吧 给我下毒 要我的命啊 毕竟是老夫的亲孙女 就留他个全尸吧 不是的 父亲 姝儿真的知道错了 是儿子叫你无方 求您饶命啊 饶命 那你说我怎么个处置法呢 儿子叫你无方 儿子知错了 儿子叫你无方 儿子知错了 以后定会管教好姝儿 求爹饶他一命 爹 神仙处 我去把神仙处给你抓回来 你能找到他 你 你 既然如此 给你一个 待醉立功的机会 串人 串人 他的 心 是 真是 我 眼睛 还要 你 一个 你 眼睛 眼睛 你 你 说 你疼了吗 怎么睡着了 今天 就到此为止吧 软禁我 不就是为了得到 刘云锦的制造技法吗 你敢攻我不管 但是不能累坏了身子 刘云锦的制造技法 我已经破解了 工序 都已经记录在错 原来当年祖母 教习严格 只是为了让我 将这精妙的制造技法 嗑尽血脉 祖母知道你现在这般勤勉 也会欣慰吧 想来她也一定希望看到那个 没有假面遮掩 没有伤痕和仇恨 为自己而活的沈千初吧 你说什么呢 许星辈 在神府雄寿宴上露了真容 现在神府到处找我 这张脸安全些啊 没有 你的字 还是那么不好看 明白 就能不能有 那那就不太匿道了 你不完全奥 不进去了 本少爷 看不得这种嘴硬心软的东西 这是在说哪个呢 父亲 父亲 不喝了 父亲 不喝好了 慌什么呀 父亲 我们最近跟的那批工匠 和秀男全都失踪了 什么 不仅如此 外面再传 刘云锦开始在高门大户流通开了 说是 说是皇上定夺 也要重新在意啊 一定是他 有下落了吗 是 一九堂的人脉渠道 竟然这让你做成了 生意好是好 但是 不要太累了 何须我累 记忆拆解后 这么多绣娘分顾不同的环节 既可以降低教习难度 又无需担心公益外信 虽然批量不足 但提供给那些贵妇已是绰绰有余了 建筑可是让叔父好者 叔父这般阵仗 所谓何事 叔父前来道喜 老爷子指了你继承家主之位 谁稀罕 兵妻 送客 兄子 这是我沈家家事 可别换了两家的关系 若今日这事 我非管不可了 那得问问我答不答应 展开 爹 你怎么 翅膀硬啊 要自立门户了 许公爷 今日 我只带走自己而已 还请您 行个方便 失礼之处 日后 去您府上悲罪 门全兄 门全兄 请别 父亲 今日 今日 今日即便忤逆 我也要保下审千初 放肆 京北 不得造次 娘亲曾说过 认定了正确的事 喜欢的人 要自己去争 自己去守 今天 行妻 拦住他 儿子就要真意死他 我让你拦住他 少爷 犯罪了 干啥 我跟你们走 不可 不必自责 你我只是利益交换 如今 良心了 整天能够破灭剧 装神弄鬼 我倒要看看 你现在还能翻什么花样 叔父 梅姨应该已经死了吧 一个人 孤零零地死在 黄礁衣林里 真可怜 你 下一个 死的就是你 我要你给梅儿陪葬 你笑什么 我向叔父说 我说错了 下一个 应该是轮到你了 妖言获咒 叔父不想知道自己的结局吗 什么 你还记得 我父母是怎么死的吗 你 你想得没错 我 我已经在你屋里的那点香炉里 掺了一样的东西 哦不 也不完全一样 只是毒线更强一些 它会慢慢地侵蚀你的五脏六腑 这比可行 要痛苦多了 你说什么 当年你为何非要害死我的父母 盛文泉 他们可是你的亲兄嫂 那是他们该死 你父亲 本身就留着一半柳氏的血脉 你以为 我做的那些事 老爷子全然不知吗 给我解药 解药呢 把解药交出来 我 叔父还真是心急呀 我哪里来的那些毒药 你以为神经书身上的毒药 是怎么被发现的 你们本想陷害我 没想到这脏东西我归人主了吧 还没来得及说完话呢 却被您抢却了 你 大夫 快进大夫 你 关我干什么 开门 没我命令 谁都不许放他出来 course 什么人 少爷 臭小子 你又欠了我一次 今日你若是逃出府去 恐怕会影响日后你在家中的地域 不劳你费心 对 账策 你说的 可是你从父亲书房顺走的 沈文泉和贾将军的仗策 你 放心 你哥我啊 会处理的 少爷 许心北 万事小心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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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我 父亲 儿大不中留啊 父亲何苦要儿子陪你演这出戏呢 徐家若明目张胆地牵扯进沈家家事中 日后势必惹人争议两败俱伤 今日我们态度已明确 剩下的让行北自己去解决 我们坐收渔翁之力即可 瞧瞧 瞧瞧 瞧瞧我这儿乖孙女 哎呀 你 你何必呢 根本犯不着受我这一切罪呀 是吧 刘云锦的制造方法只有我照顾 杀了谁都别想得仇 这臭脾气跟刘顺兰那个贱人还真是如出一辙 这种若是他早早叫出刘云锦的制造技法 你父母也不至于 呸 妄额夫衣的狗东西 你不配提祖母的名字 哎呀 祖父 怎么舍得把你给杀了呢 我留着你还有不少用处呢 不杀你 我也有的是办法逼你交代 你呀 你呀 你好好的 受着吧 带上来 走 沈千初 还在等你那雪儿公子呢 都一天一夜了也没出现 怕是根本出不去许家大门吧 你再拖延 也是无用 今日就算天王老子来了 也不可能找到这里 找到了吗 没有 少爷 他们会不会把人带去了别的地方 小心 从那儿 蹭远看看 是 别扛着了 是不是我把你祖母爸到这儿来 你才能写呢 还不快写 这手织不得了 还想不想要了 他受伤了 快上 快写 乖 乖孙女 操这么血 不就不用受罪了吗 走 走 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 谁还想再吃我一剑 你妈 你们先走 既然来了 就一个也别走了 是心呗 你不该来的 你是我的人质 我不许你出事 沈老太爷好大的口气啊 我的弟弟 岂是你能留下的 没事 没事 好啊 徐培渊 你们兄弟俩 竟然插手我们沈家的家务事 难道你们 就不怕免了你家皇上 候选的资格了吗 谁有竞选皇上资格 还轮不到你来指挥 沈姑娘找我何事 我与兴北近日为刘云锦宣扬造势 沈家终究会找到绣坊带走我 届时还请务必拦住令堤 沈姑娘的意思是 我不希望再有人为了争夺刘云锦而占血了 好 若姑娘被押回沈府 在下便禀报九王爷 沈小姐欲敬献刘云锦 难何沈家想据为己有 王爷 账策在此 沈父兄 你这几年假意攀附于我 司令下将军府的好处 也没少捞啊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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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明察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都是我那逆子 他做的事 他看出来的 王爷 您饶了我 您受罪啊 您抓了他 抓了他 绑起他来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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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姨灭亲啊 沈家的孽障 王爷 您抓走他吧 王爷 老九实不知情 我大姨灭亲啊 王爷 王爷 我大姨灭亲啊 沈家的孽障 王爷 您抓走他吧 你 你该死 你该死 王国梅儿 王国梅儿 阿桥 是 王国梅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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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实点 王国梅儿 榜 走吧 总算是 甘苦 芎初 芎初 哥 您以后可别告假了 我夹在他们兄弟之间 太难受了 那段时间 那段时间啊 二公子跟沈小姐对我 说得有害羞 我寻思着 寻思着 不说了 不说了 喝酒 不说了 喝酒 你说得也是 这主子的心思都太难猜了 大公子也是 常天尽说一些 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 大公子好歹是正经人哪 那二公子天天自诩蒙了 身边艳艳艳艳的 他其实 连一个姑娘的手指头 都没碰过 我还得陪他演戏 我 哥 你太不容易了 来 哥 这边我得敬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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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来 坐坐坐 前生小姐一定满意我们给他准备的礼物 二公子 姐妹们这么给你面子 你可得记着我们的好 那是自然 东西都被齐了吗 无所不由 保管拿下 好 沈小姐 若是觉得 这些天装不够 我们许家还可以 等等 我不需要这些东西 拿我去 倩初 突然想起来 在下还有事 为兄 就先走了 入庆面之吧 是 倩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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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生气嘛 我跟那些姑娘 真的什么都没有 我那是演给父亲 还有许培渊看的 你相信我好不好 我说的都是真的 好 听没听过一句话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余公移山 自能成事 倩初 我知道 你受过许多的苦楚 从前 未能参与你的人生 但今后的日子 我一定不会缺席 我想和你风雨同众 白头歇了 你 能答应我吗 如果你失言 没有人 对你 我雪星北永远无条件认输 喜恩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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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 来吧 好 一天 走 看那边 过去看那边 坐着路由宣伤 鸡蛋